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芭芭拉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時政評論月》 據官方消息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11月30日在上海病亡 江的零救12月1日移底北京 官媒視頻顯示 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恒、江綿康和孫兒子 江志成、江志雲等日露面北京 一律戴著口罩 其中被指是江家巨量貪腐財產持有人的江志成 露面尤其引人關注 由於11月30日發布的官方博物 稱江澤民為無產階級革命家 結合江志成的露面 江澤民這個稱號在海外社交媒體成為風傳的笑話 12月2日被網友風傳的一則推特貼物者道 江志成持美國綠卡 他是江綿恒的兒子 江澤民的孫兒 助擁超過5,000億美元資產 一個國內月收入3,000元的普通工人 要連續為老闆打工 要做1億1,000萬年 才賺到這麼多 還是不飲不食 而他30多歲 5,000億美元 他這麼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後代嗎? 江澤民在民間被稱為腐敗總教練 有滿聲法大財的名言 江家被稱為天下第一貪 2018年海外華人富豪郭文貴爆料說 江澤民家族是世界首富 他家族控制的度國資產高達5,000億美元 資產由他的孫江智成代表江家持有 有推特網友紛紛評論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就是典型的境外勢力 無產階級革命家 富甲天下 就是增加了無產階級的命 全球頂級富豪家族 江綿恒、江綿康、江智成、江智雲 滿聲法大財 給這個家族資產超過1,000億美元 另外 針對大陸網站全部變黑白以悼念江 推特網友貝黎雄說 如果人人生而平等 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那麼這些清零政策的受難者 都值得讓他所有平台變黑白色 據公開信息顯示 江智成出生於1986年 是江澤民的孫、江綿恒的兒子 本科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 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 拿到碩士學歷 早年曾任職於美國華爾街金融機構高成公司 這套路符合中共權貴子女會受救病的特權和腐敗套路 江澤民主政期間 江派權貴家族紛紛進入金融、能源、國內安全、電信、媒體等商業領域 當時日上免稅行年度營收大約6.7億美元 博育資本值此在三年時間內賺了三倍 博育資本還在央企 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以及阿里巴巴在美國首次公開募股 IPO賺到盤滿撥滿 江澤成投資的都是中國可以賺錢的企業 如阿里巴巴、螞蟻集團、滴滴出行、騰訊、若明生物、信達資產、狼酒集團、 居然之家、鄺視科技、百度的愛奇藝、中銀的消費金融等 江澤成的快捷賺錢手法被概括為六字缺、圈錢、套現、走人 博育資本投資的人工智能公司鄺視科技後被美國列入投資黑名單 有消息指江澤成也在海航集團間接持有股權 海航被指是中共高層領導人的一個集體的小金庫 2021年被宣布破產重組 江澤成創辦的博育資本同時以迂迴方式 持有馬雲當時控股的螞蟻集團股權 類似的持股者還包括江派前常委、賈慶林的女婿李白譚等人 《華爾街日報》曾說過 螞蟻集團聚籠的這個中共權貴小圈子對習近平構成潛在挑戰 知情人士2021年2月透露 博育資本的兩名聯合始創人已搬到新加坡 該公司的部分業務已由香港總部遷至當地 主要是他們怕一旦江澤民去世 江家仁和他派系的親信都要受到清算 中國經濟學者李稻葵2022年6月3日披露 螞蟻集團複雜而廣泛的人物和政治影響力 嚇到中共最高層但現在政治影響力已歸零 李稻葵被認為是習的經濟國師之一 他言論說暗示在二十大前習和江派權貴之間存在一定妥協 習近平在第一任期江派官員成為了整肅重點 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為首 直至中共二十大前被認為背靠江澤民心腹 孟建柱的孫力軍政治團伙成員受到重判 在江浙城這次露面北京的推特鐵文後面 有網友說 熟知中共政權的女傲學者袁洪斌 日前在接受採訪時說 在江澤民死後 習會對江家進行整肅 而且會很快開始 習要將整肅江家得到的腐敗裝款作為秘密軍費 為發動台海作戰做準備 袁洪斌還披露 江澤民家族和他的追隨者 一共有超過一萬三千日 都已經被中紀委登記再拆 估計他們的財富達到中國一年 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 習近平上台後打貪 多年來到底收繳了多少財富 去向如何 當局並沒有公佈 不過江家日後是否有大麻法 也是值得進一步觀察 中共官方最近說 二十屆中央紀委理職過幾月 六名中管幹部落馬 明顯是宣示 反腐打虎無停 無鐵無紙王 另一方面 習近平雖然獲得第三年任 但民怨四起 政權危機更甚 經濟都撐不住 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 在迫不得已之下 習未來說不定 也要拿幾個權貴子弟祭旗 而江志成是游泳最大那個 也是最令民眾解氣的目標 本次的《新時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分享給高評論 請多多支持 一請 呢 沒有請